在绕线之前 就是我们会先把脚线用的散撑把它撑开 然后我们会确定好散撑是有被固定住的 就是在这个部分是固定住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确保脚线是完整的有被撑好的 然后接着呢会需要 接着在开始一开始之前呢 我们会需要先拉拉看这个线 然后我们要确定说在卷线的时候线是顺的 所以会需要把这个线段稍微的调整 就我们这样子拉 然后你会知道自己这个脚线它线的走向 那在拉的同时你就可以确定一下线是不是有卡住的状态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开始绕线 那绕线棒 如果说要绕出漂亮的线球的话 我会蛮建议来一个这个棒子 那我们在最一开始的几圈 你会需要先握着前端把线压住 然后最好是层45度角 在这个绕线棒上面 那绕个几圈之后我们就可以握在下方握把的地方了 然后一样是层45度角 然后去在绕线棒上面去绕线 一开始一定不会很漂亮那没有关系 我们多绕个几圈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线的状态慢慢的成形 那要注意是绕线的时候这个线一定是要乘 一定是乘45度角 要注意的是在绕的时候这个手势跟棒子一定是45度角 像这样子45度角 就是在绕的时候我们尽量要让它是像这样子45度角 然后绕久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自己的球好像渐渐的要变成一个长长的椭圆形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线球可以继续保持漂亮的状态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会需要把它往下 会稍微把它往下压一点 然后让它变成就是比较球形的状态 然后在绕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 从上到下这样子的时候稍微的往下压一下 这样子出来的线球会比较漂亮 那用这个方式也是就继续多绕几圈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持你的方向性 在绕线的时候维持同一个方向 那出来的那个线球花纹要 如果说你给它的间距是像这样比较大一点的 当然左手要配合的转 就是这样比较大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那个网子的纹路 那如果说是密一点的话它就会 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你让它是密一点就是我维持一个角度 然后可能绕个三到四圈 维持一个角度 比如说这样子 那就是左手转的慢一点的话 那它的那个花样就会比较密一点点 像这样子 它就会相对的会比较密一点 那等一下整个完成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